监控显示 当天中午11点52分 在京港大道浩金唐路的交叉路口 穿白色上衣的市民小唐 骑着电瓶车来到路口 看到一排车过去后 他也上了人行行道 这时一辆轿车开了过来 把小唐撞飞了出去 他在空中转了三圈后 重重的摔在马路上 大概二十几岁 那个就是满脸都是鲜血 而且人已经昏迷了 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看以后呢 发现有一辆造势车 那个女子旁边呢 就是这个这边呢 停了一辆电瓶车 那电瓶车损坏比较严重 随后小唐被送到了医院 经检查小唐多处软组织损伤 身体并没有大碍